本節目主持及嘉賓內容與本台立場無關 本節目主持有關 歡迎你星期五晚 最後一晚的恐怖在線 歡迎你們在不同的平台上 MMPoon.com, BigBigAir.com, 或者 BigBigAir的手機app, 或者是Facebook的專頁,Hotbase 剛剛應該有些朋友在星期五都看完我們在ViuTV的節目 總有一瓣喺左近, 不夠吧? 不夠就當然找回今晚剛才在電視出現的嘉賓, 立即上來在這裡聊天 好,請見開了, 你好, 文師兄 你好, 你好, 你好 剛剛就見到你了,在電視出現了 是啊 是啊, 其實文師兄不止一集的, 在電視ViuTV的節目裡也拍了幾集 希望不可以吧 OK啊, 剛才帶了大家去一些鬧鬼的地方, 石澳海灘 因為電視台也想做一些大家經常都有機會去到的地方 他想做海灘, 就找到石澳, 石澳也是其中一個比較多的傳聞 其實你去到, 有沒有一些東西在電視的層面沒有說, 現在可以說一下呢? 有沒有一些漏網之餘呢? 其實在石澳有沒有真的那麼厲害呢? 不算很厲害, 不算很厲害, 但那裡有一間屋, 反而我覺得那裡應該有些東西 有間屋嗎? 沒錯, 即是在鏡頭前有沒有 鏡頭拍不到 拍不到嗎? 有有有, 我們有一條路是走的, 一開始的時候 在我們左邊有一棵牆, 那間屋很巨型的 很巨型的, 正在裝修中, 但因為它在裝修中, 我們不能進去買, 進去拿東西 所以那間屋, 我在外面看一看, 因為它的停台樓角就隔了出來 看一看上去的時候, 那裡是不多對勁的 那裡是已經, 你說是在裝修中, 基本上又不是沒有人住的 但又會裝修嗎? 我想那些有錢人買了, 做的而已, 那些屋很厲害, 很大間那些 OK, 挺大宅的那些 很大宅 那一刻你已經看到東西嗎? 是啊, 我看一看上去的時候, 看到停台樓角已經有些東西了 有些顏色的款式 顏色? 是 那你真是說, 你看到的靈體其實是有顏色的? 有分顏色的 有分顏色的 你告訴我, 怎樣分化? 普通那些就是灰白 綠色的 綠色的 藍色的 紅色的 紫色的 越來越高彈數了 最強的就是紫色的 紫色 不是紅色嗎? 不是, 紫色 反而是紫色 它是怨念到很重要的 其實紅色跟紫色差不多 差不多 它只是有力量可以動你的 這些類型的多不多 不多 一定會弄你的 這麼嚴重? 一定會弄你的 你說看到那間屋裡有這些顏色的 在樓上嗎? 我看到那間屋裡有這些顏色的 是 是 是 因為人們被弄掉之後 剩下的那個是一個 魯電波 我們稱為 那些 你看看, 魯電波強與弱 或者它怨念有多重 對 它會產生出來 類似光譜的東西 讓我們看到 嗯 這個概念 如果它是怨念有的 就說它整個就會看到形 有機會這樣 沒錯 那為什麼當時不叫電視 立刻拍一拍 樓上有這樣 沒有,拍不到的 拍不到 你覺得通常都不會看到的 一定看到 因為它綠色是很弱的 綠色、灰色的很弱 綠色相對是弱的 是的 很弱的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在沙灘 其實如果說到沙灘這種地方 你覺得有什麼地方 可能是長洲的沙灘更厲害 以前有沒有接觸過 因為你也拍過一些電視節目 之前在電線上 是的 你說沙灘 沙灘 我覺得會有些料理 應該是胡蝶灣 屯門 是嗎 屯門、胡蝶灣 對 為什麼呢 因為那裡經常浸人 那裡應該是地形問題 師傅當時也說過 地形問題 那裡比較容易聚 聚 還有這個 烏溪沙那裡 有一個叫做 張樹頭 還是張樹灘 我忘記了 還在烏溪沙那裡 因為那個就是 東北鬼門的位置 所以就會聚 你們也要計算方位 沒錯 就會聚 其實東北是不是永遠都是鬼門 永遠都是 不會因為流年會轉 不會的 一定是東北的 是的 你住東北的 開東北門的 你飽啊 你很快聚 你飽啊 尤其今年 如果我聽師傅說過 今年是北 是的 東北你也糟了 是嗎 是的 你也糟了 哦 好啊 所以大家聽完就自己想辦法 有沒有東西可以解化 解化不了 解化不了 因為這些要去到很深入 要找師傅 我師傅那些處理 因為那些 你真的 沒得裝修 大家在那裡看 難道你已經崩潰了嗎 你怎麼搞 對吧 動動門 動動就行 有些地方 這裡是香港的 那你住東北的 會不會都很麻煩 是的 真的 不是那麼悶 而是那區是東北 是不是也會比較多 都會比較差 東北即是哪裡 如果現在這樣說 即是元朗 要拿地圖看看 OK 其實今晚 文師兄 會回應剛才我們所見到的事情 也會講一下 你自己本身 為什麼現在會學法呢 其實很多人都是 自己學法的原因是 以為人經常撞鬼 不如自己學吧 免得找師傅 是不是也是這個原因 其實我不是 你不是嗎 我不是 是 因為當時我試過一宗交通以外 很金的 真的很金的 差點輕便可以 是的 當時蘋果報也有賣 一個傻青年 就炒了車 買了你 那就是我 有沒有可以找到那邊 我看能找到 這麼好笑 那就是炒了電單車 你在哪裡炒 你在哪裡炒 城門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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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有人斜路上去 剛才山川外面 幾年前 已經很久了 是歷史 對 撞過去的時候 然後是貨櫃 貨櫃 蛤 你撞貨櫃 炒貨櫃 你想想那時候華底的電單車 炒過去 是失控 失控 剛才是落無無語 是霍界佬害我 沒有損 是嗎 那件事就 不死 之後 然後 發覺自己的能耐 好像 越來越 開了 越來越厲害 其實小時候都不知道 真是假 都不知道是否 以為自己眼花 後來之後 我已經很肯定是 真的一個意外 而開了陰陽眼 可以這樣說 應該是 本身也 不知道是否有 但是之後就能控制到 加強版 對 可能是打機 升級了 後來覺得 應該要找師傅 看看是處理 還是怎樣 封了他 對 找了師傅 師傅就說 你不如跟我 跟我學 很多師傅都要修靚 在這情況之下 當然我要找一個 信得過的師傅 我找了這個師傅 跟了他之後 他一直教我怎樣去運用 怎樣去幫 去幫人 亦都說過 我不可以拿來賺食 我一早就說了 對 我不可以拿來賺食 因為為什麼呢 上面給了你要做 一些去幫人的事 就是天職要幫人 如果你賺食 你今天賺一元 接著會不見十元 嘩 這樣很麻煩 像倒貼一樣 因為上面給你 可以給你的 你沒有理由拿去賺食 對 你賺食 你是洩露了 半洩露天璣 一定是收回 所以師傅說 他也是跟我上個同文 叫我幫得到就幫 是 幫得到就幫 都是錄音 錄音 都是錄音 那段時間開始 就跟師傅去見很多東西了 沒錯 但是你還沒遇到這些 即是還沒學法之前 你曾經遇過什麼事情 有沒有曾經遇過 有 還沒學法的時候 遇過很多 很多 我很記得那時候 剛剛中午 有一次是中秋節 以前中秋節 在學校放假 每個都去燒食物 不知道為什麼 那是痴線 熱到熱的熱要熱 再燒雞翼 那時我記得 我在雙獅灣 雙獅還是雙獅 雙獅灣 在丁九附近 青山道 如果你從雙獅灣 走去深井 其實很近 就走去深井 出去買東西 去到那裏放好所有東西 設定了架布 我們出去買東西 我和幾個人出去買東西 又出去接人 又是走去深井 因為人們不懂停車 不知道去哪裏 於是整晚走到那裏 起碼兩三次 好像行山一樣 由雙鮮湾走去深井 起碼二十分鐘 一個晚上我走了三次 你很勤勤 走來走去 接人也好 買東西也好 之後就留在雙鮮湾玩 直至到晚通宵 直至到早上七八點 整班人 接著就走了 剛剛去到荃灣的時候 因為當時去到荃灣地站 大家都想到那裏散開了 無緣無故有一個人在荃灣地站 六人生村那裏 有個天牛廟 剛剛是運動場對面 不知有一個人就說不如去拜神 這麼早就開了嗎 對 很早的 是嗎 神這麼早的 其實我們出到荃灣時八點幾九點 開了 進去拜神 求籤 你年輕人不認識就玩了 就當作玩 抱著心就去求之籤 我也記得我求之自身 因為當時也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我聽到媽媽求自身 求之自身 我一求完那支籤 接著給我戒籤的妙足 戒籤的妙足 不用看支籤 第一時間跟我說 你昨天去到哪裡 然後我說 昨天去燒東西吃 但很有趣 我們有七八個人 每個人不問 他第一時間過來問我 但他們每個人都有求籤 還是只有你一個求 每個人都有求 只問你 對 只問 我一起來就問我 我問 大哥 什麼事 我問 昨晚去雙思灣燒東西吃 那位叔叔有點負責 那位叔叔 燒東西吃 然後他說 你坐下 叫我坐下 求之籤 給我 然後他問我 你跟天后說些甚麼 求些甚麼 我說求自身 然後他問 現在我就解釋給你聽 他說你的前世 冤親債主 昨晚找到你 找到你 說找到我 那樣就說 你真是萬宗無一 那樣都讓他找到你 然後我說 即是跟了你 現在已經被他看到了 他已經找到我 跟到我 然後我真的害怕 那我應該怎麼辦 他說 你回去跟你家人說 看看他們怎樣幫你做 現在你的做法就是 你跟我去天后娘娘那裡 買了一份寶 燒了 然後求條婦 帶回家 回去跟你家人說 那我就照做 但是為什麼你會相信他呢 他無緣無故說一句 其實可能是騙了他們 說真的 不好意思 因為當時 大家都有人分析 那個人不叫就叫我 你明白嗎 咦 那你就相信嗎 你沒有辦法 當時是年輕人 你知道還沒開竅 我就相信他 其實當時買一份寶寶很便宜 十幾元而已 我記得就是十幾元而已 不是真的很多錢 做了之後 他就說回家人說 看看他們怎樣幫你做 他說我只能幫你做到這麼多 然後我回去和我媽媽說 我說的 我媽媽聽到之後 他說神經病 我媽媽拜成 說完我神經病後 他翌日和我姨媽趨合去王大仙 對嘛 押就照應 然後再去 你問他 關到王大仙問 真的 真的不是一個演出債著嗎 對 真的中了 連王大仙也說我中了 他說現在你的兒子比較麻煩 因為演出債著要找到你 因為我媽媽沒有說任何話 我媽媽說什麼都不說 去到求一支簽問 看看他怎麼回答你 然後是求我自身的 就是說這件事出來 你有沒有對過兩支簽說的話 一樣 同一支簽嗎 不是 不動簽文的 但是說的話是一樣的 這麼恐怖 那時候我媽媽就不能不信了 那我去了王大仙當然是 宵夜 求婦等等 求完回來 其實那段時間也很嚴重 是損得沒有朋友 運氣很差 那時候是損得爆 又不知醒 又不能上學 又生病 全都齊了 總之說得出來 都已經中了 那時候我嬰兒的時候 我媽媽帶了我去契約佛工 然後我媽媽帶了我去那個佛堂 找回乾爺 去到乾爺就裝香 然後叫乾爺幫忙 然後慢慢慢慢就搞定 搞亂了 其實這個所謂的冤親宅主是什麼呢 跟隨之內有什麼事 知道嗎 不知道 她就說找了我很久 總之說我欠她 我也不知道欠她什麼 真的不知道 搞笑地又被她找到我 這下你真是趨勁 其實如果你說冤親宅主找人 我會相信 她一定等到你時運低 去到某一個項目接觸到 等到你很久 不知幾年 百多年都有可能 真的不知道 她說你真是萬宗無一 這樣都被她撞到你 你真是拿獎 其實那時候 你說有冤親宅主要跟 其實那時候自己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嚇自己 其實那時候 晚上一顆樣樣都好像見到有人 在那裏捕我 即是在家裡嗎 對 家裡也有的 不是在家裡 是在門口 每次出門口 上學 因為你本身已經看到了 那時候不知道是不是 那時候不知道是不是 一顆樣樣的時候 你不會很肯定她 可能是自己眼花 總是覺得自己眼花 不夠睡覺 因為年輕時經常去打球 像讀書 人家讀七科 我們讀八科 當然了 讀多一科 因為要 讀多一科馬徑 你還可以的 那時候每個都是這樣 廣播要讀的嗎 要打很勤力 整班同學 要賣下報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 那時候太多活動 太多活動 想得多 所以覺得自己 可能是眼花 因為 那時候也看電視 說非蚊症那些 就以為是 所以那時候也不是很肯定的 不是很肯定的 直至果劑之後 就真的 不能你 不跪下 好了 那件事 證實到自己看到的事情 但直至炒車那件事 又開竅了嗎 是 淨聲哩 哦 總之我認真一望 不用說要做任何動作 總之我最機會是一望 你在這裡就在 剛才呢 因為文師兄是第一次上來 一進來的時候 就出了我們辦公室坐 沒有進來直播室 他不知道我們放了這麼多朋友 他一進來的時候 他就說 有啊 真的有啊 他就指著一個有 有啊 你告訴我 你指著誰有 是 就是 Catherine 她的英文名字 就在Ebay裡面叫Catherine 但是呢 現在你告訴我 你見到什麼呢 我看到一個男生 看到一個男生 他一進來就看到她說有 但其實還沒進來之前 他一路就看到幼兒在那邊 在那邊 在那邊裝 在那邊裝出去 我們那個地方 他不知道的 你見到她當時是怎樣的 一個 一個 一個男生 穿著一條 我猜 藍色的扯布西褲 然後一雙黑皮鞋 一件白襯衣 有多高啊 這麼高啊 這麼高啊 現在也在這裡 現在在你旁邊的 我可以的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相信他們應該沒有什麼惡意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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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沒有的 原來有男生啊 她還是挺可愛的 她的樣子 她還是日本人的樣子 是啊 真的嗎 不是唐人 不是西人 但如果你一說日本 我反而覺得應該是她 是她的 她聲稱在日本 聲稱在日本 帶回來的 這個是 她是回來的 老實說 剛才我也解釋過 她一定會站在她附著那件東西的旁邊 是 如果她站在這裡 那就可能會是她 OK 但我看到她站在這裡 一直現在也是 又或者她跟你朋友 她可能想癡你 不知道 已經放在這裡這麼久了 你覺得這個應該是她 應該是她 我們一直說她 她現在是 她一直在看著我 這刻的反應是怎樣 她在看著我而已 她知道你在說她嗎 她知道 其實跟她聯絡了 OK 你有沒有跟她聊天 或者她有沒有要求 沒有沒有 聊天 我聽不到她說話 即是你不能跟她交感 純粹看到 純粹手語 手語 手語嗎 即是她有給手語嗎 不是 即是想要怎樣 她可以做些手語 告訴我 是的 因為我真的 老實說到這麼久 我試過一兩次聽到她說話 其實我聽不到 但其他這些就沒有了 沒有 我看不到有 看不到有 我看不到有 嗯 那我們不是出事嗎 沒有出事的 不是啊 我們買回來的 應該要有才會 沒有中服 如果你可以告訴她是沒有的時候 我就覺得最沒有一服 沒有的 那你就當作公仔擺設 不知道 因為可能她有時候都會走出去 會不會 不出氣 她不一定長年放在這裡 等於有 可能走出去也不出氣 是的 稍後才回來 因為你始終是有修法 但是你有修法 她也在 即是說她的能力也沒有 不是 我修法還修法 但我沒有方法 可以 我是保護自己 我是保護自己 是 有些師傅就說 我懂得飛天遁地 那些 那些都要被我三尺 其實很老實說 你不接觸 她要不要給你 那倒是 但你不打開 你所謂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他們無法確認你有嗎 是啊 無法確認 所以你當然是沒有的 你沒有放出來的 是啊 你一放的時候她也會走 你放的時候你要念咒 念咒她才會走 你才會保護我自己 那又不用 我們現在不是做什麼 不需要 也不是那樣東西 沒錯 但你有沒有曾經去過哪個地方 你真的要搞大龍鳳 那裡很厲害 因為你拍過很多怪談之前的事情 我知道 隨隊出去拍那裡 你覺得哪個地方 以前拍過那裡 真的很厲害 嘩 最厲害的一次 如果你說那次 真的是去江門那次 江門? 是啊 真的看到了 去過江門拍局嗎? 我去過 那次 為什麼叫江門 因為有個怪談朋友 通知了怪談 她那邊村裡 有個女生 之前品學兼優 很疼在家裡 因為其實是外省 又工作又很勤力 突然間反常 突然間黏了 怎樣黏呢 就是家人不理 不工作 早上出去 晚上回來 一袋二袋 你記住 她買了很多臨文金分 垃圾的東西 全部放在床上 沒有動的 她自己繼續爛生爛世 即是儲垃圾 那些全部新買回來的 那些手袋 那些袋 那些衣服 那些鞋子 我們一去到的時候 其實看到她那張床頂 哇 東西多到人都瘋了 但是不照顧 全身的 全身的 那女生 是不會跟家人說話 以前不是的 以前很疼愛家人的 又勤力自修讀書 英文等 全部考得很高級 突然間傻了 反常 那她的妹妹 知道這件事之後 就馬上去江門 就馬上去看著她的父母 因為年紀大 由於她們不是真的有錢 她們真的是一般的民工 可能在租房子 可能在說兩塊錢 一間房子 當地的人租給她 所以比較淒涼 那些朋友就知道這件事 就去聯繫怪談 叫她們上去做 即是她懷疑她是撞邪 才有這樣的行為 那我們一去到的時候 那個女生 我們去到的時候 她媽媽說 譬如我們明天去 她今晚就跟她媽媽說 我知道你們叫了人來 明天會到 這麼厲害 我們到了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是 我就是Frankie師傅 立刻做了一些事情 先保護大家 然後我直接進房間 我跟他們說 你們不要進來 讓我直接跟他們聊 我進去的時候 嘩 那個女生 你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些眼神 是奸 奸利的 很利的那些 但是奸的 奸笑的 即是完全不害怕你們 不害怕 然後我跟他們說 我做了一件很 我覺得自己很值得的事情 我說 既然你也知道我們會到 即是你也知道未來 你有沒有弄六個號碼來 我買六個號碼來 我說真的 我真的這樣跟她說 你也傻了 然後她沒有 然後她正常不理我 我說 你也有這麼厲害的法 是不是 那你就弄六個號碼來 我說找到 我找到錢 我分了一塊錢 一塊錢給你 燒一些東西給你 其實我是在導她 我真的找到 我就分了一塊錢給你 反正你也叫那女生去不停買東西 那女生在家裡沒有錢 那為什麼要不停買東西 不知道 那女生在家裡沒有錢 你叫她買一些 淋淋淋淋淋 她哪有用錢來買 工作又回不了 即是 開始我慢慢 她人起火 然後就插她 她沒有反應 接著我再出去跟師傅聊 大家聊 因為她一直在靈臉 我說我看不到 真真正正的她是什麼樣子 我說全部進來幫忙 當時有一個女主持阿夢 都過來幫忙 我說叫她媽媽和妹妹一起捉住她 一捉她的時候 她反抗 很大力 到了最後 五個人按住她 這些我也試過 你試過 五個人按住她 她一樣脫身 但那個女生是很瘦的 後來師傅就不行了 直接消腹 就要灌她喝 六個人捉住她 連我 其實我也很大力 我一手就 暗開她兩隻手掘住 但我也受不了 她媽媽全部幫忙 一起夾著她的手 兩個夾著腳 一個抱著腰 完全按住她 不讓她動 然後她一轉過來 眼神又怎樣 眼神好像一條蛇 那個眼神 怎樣 或者叫蛇 蛇的眼睛 我們看電視是一條 她類似 她類似 她那個眼珠 閃出來的眼珠 好像一條蛇的眼神 那個眼神 那你說要蛇精上身嗎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因為那個粉絲就說她去後山後就傻了 後山原來她有一些毛 有一些土地的東西 都在後山 然後怎樣呢 然後就灌她喝 是不是 灌她喝 想灌之就是 Fanki就中了她十大力金鐘爪 然後她的力量大到一下捏著Fanki的肋骨 是痛到她 是嗎 是啊 她的力量大到 Fanki馬上爆肝 馬上爆肝 是啊 她的力量大到 然後 林冠她的時候 她叫了她媽媽 媽媽 我們懷疑的是 那隻爺爺 要離一離 就被女生醒醒 就叫了她媽媽 即是那個本身是她 叫媽媽 是她 是她 然後我們灌完她第一次 OK了 灌完第一次 她就平靜了 已經差很遠 但那時候她的眼神 也是很理會的 是理會著我 所以我也有點爭辯 那一刻 OK 後來我跟師傅經過 不如灌到她一旁 是 是嗎 當然也是 知道她有反應 然後再灌到她一次 一灌完之後 就兩樣東西 她整個都軟了 那一下 她轉過來的時候 我真的看到她的樣子 她是類似一個 因為她跟人融合了 你看到她的時候 她是一個女兒 但我覺得她不是一個人 你明白嗎 我覺得她不是一個人 而且她是 負了下去 是 一段時間 比較長 所以你要她出 是難一點的 其實那個女生很慘 我覺得那個女生很慘 其實負了多久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都比較長 經常去賣東西 對 哪有這麼多錢買 沒錯 她的妹妹就試過跟蹤她 找些人去跟蹤她 其實你看到她 她是沒有地方去的 喔 OK 她坐巴士出去 然後就不斷買 因為以前的工作 就儲了錢 其實都用完了 OK 那一刻那天真的清到了嗎 那天清不到 清不到 之後Fanki師傅 就幾乎上去 叫她家不斷給她喝 那件事我聽到 那個女生叫做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很抱歉 她有給她的 之後她好像半年到八個月 好了 那她知不知道自己曾經做的 知道 她是知道的嗎 她知不知道自己曾經做的 她不知道 後來她知道 後來有人告訴她 你這樣 那有沒有真的檢查 是在後山出事 然後我們在後山搜尋 找不到 找不到 沒有原因 不知道 找不到原因 但在後山看到有些墳頭 有些蛇洞 有些墳頭有些蛇洞 很明顯的 其實要經過座廟 然後再去後山 是 這個就是最深刻的 這個很深刻 還不夠深刻 說五六個人 要殺他 是嗎 還要中招 我想一邊說的時候 如果有朋友看過這集 應該會有些印象 那說到什麼 後山 或者這些話 我相信大家今天應該有看 一段新聞 今早中午也有看到 又是香港其中一個很古怪的村 這個地方 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西環的官農樓 這條屋村 又發生了事情 所以我們今晚去到第三節的時候 都會再講一下這個地方 我也會找解過出來 再談一下這個地方 可能有機會是背景問題 因為他有很多墳 他不只是亂撞鋼 但真的有很多墳頭 在後山 在後山 是有的 現在還看到有的 會談一下這個話題 還有阿文師兄有另一件事 他有一件事比較多汁 他曾經幫那個 名字可以說嗎 可以可以 某屆的香港小姐 做要 驅鬼 不是驅鬼 幫她看看 然後有幫她去 有幫她去 有幫她去 是的 稍後可以說一下這個話題 可以可以 當然是誰就一定不會說 對呀 經常都不會說 好 回來會分享一下這件事 也歡迎你的電話 98844 989 想看下去的話 當然自己認識了 現在我們在checkroom上面 都有一條Ban 可以按進去 立即可以付費 聽我們成為付費會員 可以購買款式或者月費都可以 上去mmpoint.com 或者我們bibbair.com 甚至乎是bibbair的手機APP 都是可以的 好 我們回來第二節再見 奉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一點半 到凌晨一點 恐怖在線